各位真光童工, 大家好, 今天介绍教研室每个老师桌面新的电脑 是用Windows 7, 和Windows XP以前用的Windows有什么不同呢? 基本上分别不是太大, 即使是有, 但也不是太大 第一个要讲讲就是那个浏览器, Google Chrome 那我们惯常都应该是转用这个Google Browser 因为已经正常了, 它就比这个Microsoft的Internet Explorer 是快很多, 我们用这个去浏览, 一般的网页是非常流暢 比如这个校校网页, 用Chrome是比用IE 只不过就是某些网站, 譬如政府网站, 就规定一定要用这个Internet Explorer 就没办法了, 它规定要用IE的, 我们用这个Browse 否则用Chrome其实是会流暢一些, 快一些的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的新Windows里面, 例如你按这个开始键 这个是你个人的资料夹, 你的文件, 图片, 音乐 跟以往差不多, 摆位有点分别 控制台基本上都不用交字 准备看这个Printer, 装字和印表机 基本上这里应该设置在教员室的Printer 这次这个新影音机是Ready的时候, 会另外有一个Folder 可以做scanning, 暂时现在就未得字 如果我们再按一按这个所有程式 这个Adobe Reader, 专门读PDF档案 Windows Media Player, 播片的 另外就是Google Chrome, 刚才提过 Eset是个放读软件, 应该是先安装 Microsoft Office, 基本上我们两个Office的版本都安装 只不过是中文和英文的分别 例如Office2010, 这个是新Office 你看到这里有PowerPoint, Word 2010版还有一个OneNote 这个和上网有关系 我们旧版的Word, Powerpoint203, Excel Ashes203 都还在 因为可能怕大家在适应 需要有个转接期 由03转到10, 其实是很大分别 还有档案格式都会很不同 所以我们稍后就会讲讲 Office2003和Office2010 大家用起来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另外其他的工具 比如这些大家都很少会用 附属用程式 可能你会用小画家 或者小船盘 在这为止 如果你想改, 改个Desktop 按右按右按键 再选个个人化 这里你会看到 Window Desktop 这个Desktop的背景 就是它有设计的主题 按你自己喜欢 比如你想选自然的 它就会转到整个Desktop的版面 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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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适合你个人风格的东西 如果不喜欢 可以选择 选择Windows本身 预设了的Desktop 另一样要说 就是防毒软件 哪里找到呢 在这里的 按EZ 你会看到 你部机的状态 可以开启这个 其实画面有少许不同 但基本上它做事都一样 就是数据或者预防电脑病毒 那 那 那 更新 你的病毒资料库 那 就这么多了 那基本上 如果真的中病毒 基本上都会自用 彈一个notice 出来通知大家 那 那当然啦 其实呢 Windows本身的笑话家 都已经是加强了少少 那我们基本都试一试 因为都可以 做些基本的 执照的东西 那你 如果你double click 一张照 那现在那个笑话家 不是直接开的 只是开了那个 相片 监视器的 Windows的 那你right click它 接着再选 开启档案 再选 小话家 那 可以开出来 可以收拾照的 那就是 打字啦 例如这些 以前小话家用开的东西 那这些都 都 在这里 也可以加一些这样的插图 那最有趣 就是它save的时候 令传新档 都现在有很多种图片格式 给你save JPEG 最常用的 网上的 或者png png 再漂亮些的 不过档案的file size 会大一些 那现在有很多种选择 给我们去选择 这个小话家 但在新的Windows里面 都是 多了些的功能 好 接着就是 我们可以讲讲 那个剪片元件 那Windows 亲自跟机 就没有包 那个Windows Live Movie Maker 要令我上网下的 这个很怪的现象 好 无论如何 你在Google 打Windows Live Movie Maker 再按一按search 基本上 第一条link 就是Microsoft Windows 本身提供的 link 就是给你download 那个Movie Maker 这里会有个program 给你设置 习示 其实Live Movie Maker 只不过是 Windows Essential 里面其中一个component 所以这里可以选择 你要装的program 如果你不做messenger 可以拿走 因为装一堆东西 都要三四个字 所以 如果你不需要那些 mail outlook 或者family safety 你不需要的 就不需要的 所以可能我只要一个 photo gallery 相簿 和movie maker writer 都是打字的program 随你选择 要不要 Sky Drive 就是Microsoft 提供的 网上hard disk free 就是一个面发account 给你把档案 放在桌球云上 就是Microsoft 自己出的cloud service 好 这个预设了 要安装的了 按install 就要等一等了 因为这里 起码都要一段时间才行 所以你要留足够时间 才做这个setup 即可能不闲才装了 Windows Live Movie Maker 好 装完的时候 便会出现了这个画面 你再按close 便可以用Windows Live Movie Maker 常常怎么用呢 可能我们留下一个地方介绍 你按下去 其实都很简单 一个很容易用的一个程式 就这样把video drag下去 按几个键 就可以把影片 upload 通常都不会save到自己的电脑 也不要save到Panel 因为已经没有空间 放video 通常都会放上网 即是放上youtube 它都预设了一堆工具给大家 例如我这里先加一条影片 你会看到这里的按键 save movie的时候 就是预设了 是 youtube vimeo myspace skydrive flakelr facebook 全部放上网 全部放上云端 是和人分享的 安装完Windows Live Movie Maker之后 我们就可以试试这个 因为包含了这个photo gallery 其实这个是一个看照的program 都很方便的 即是你看视频和相片 可以直接在这里找到它 亦都可以做些slide show 这些类似我们以前用过ACDC 整相的program 你double click下去 它就会开了一些 譬如财园相 或者调教一些光暗 make a copy 或者转上去的一些基本功能 一些类似小画家 强化版的小画家 这样 都挺有用的 这个 亦都可以做些很简单的 基本的 就是执照的一些工作